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Robinhood开户 但是在此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讲Wall Street Bets 相信各位2021年之前入市的老韭菜们应该都知道 但是呢,我频道当中有不少观众是新韭菜 所以呢,我得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Wall Street Bets是起源于Reddit的一个论坛 这个论坛的名字呢,就叫Wall Street Bets 它是成立于2020年之后,里面全都是散户 他们每天都是热衷于讨论买哪些Meme Stock Meme Stock就是小市值的股票 他们每天讨论哪些股票更有潜力 然后他们会选出差不多十个不到的股票 然后集中买入 这就导致了差不多在2021年左右 很多Meme Stock被他们这些散户给拉了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GameStop 他们在2021年的1月份左右集体买入 导致GameStop这支股票从2021年的1月12号一路拉升 差不多,你看,涨了2400% 非常惊人啊 当时因为GameStop这支股票很多 华尔街的机构呢,并不看好 所以华尔街的机构差不多从这边就开始做空了 但是呢,这支股票却奇迹般的 被这些,被一群散户给拉了起来 这让很多华尔街的机构都是没有想到的 最终导致很多机构做空,濒临爆仓 当时呢,他们就把网线啊 因为打不过散户而把网线 这是在美股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啊 也让我惊掉了下巴 嗯,然后呢,这个Wall Street Bats 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然后依然能够,这个论坛依然能够存活到现在 也算是个奇迹了 这就是上一轮牛市当中非常著名的 散户大战华尔街 也是美股历史上第一次散户大战华尔街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啊 那么观众朋友们想问了 那么这个Wall Street Bats跟Robinhood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当然很大 因为这些散户用的就是Robinhood 那么为什么Wall Street Bats的散户这么热衷于使用Robinhood呢? 当然是因为Robinhood简单易用 它的散户非常友好 操作界面也非常简单 待会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Robinhood这家券商 它是一家成立于美国的券商 然后呢,它是零佣金的 而且可以买零税股 所以你只要最少一美元就可以开始炒股 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在Robinhood里面交易Crypto 然后呢,最后Robinhood还可以提供了一张Cash Card 你直接,你在券商里面赚了钱 直接可以消费,就省去了这个出金的烦恼 最后呢,它是受监管的一家券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会破产 然后最近呢,Robinhood进入了英国市场 但是在英国交易美股 很多券商,或者绝大多数券商都会 收一个这个FX fees 就是说这个万汇转换费啊 因为你是用英镑来交易美股的 Robinhood是唯一一个 不收Foreign Transaction Fee的一家券商 在英国的券商 而且它也是零佣金的 除此之外,它是每天24小时 你可以在这上面交易 一周五天 除此之外,你的闲置资金呢 也有5%的利息 然后你如果用我的邀请链接开户呢 你可以得到免费的一只股票 我会把邀请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它是24小时一天 五天一周可以交易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跟其他的英国券商对比 Robinhood跟这个Free Trade 还有HL,还有IG,AJ 这些老牌券商对比的话 它的佣金为零 Foreign Transaction Fee为零 前置资金有5%的利息 其他都是几乎没有的 然后呢 5乘24小时的交易 它是唯一一家能够做到 这么长的交易时间的 Fractional Shares意思就是说 零税股 你可以一块钱 就可以买到特斯拉或者苹果 这样股价相对比较高的股票 然后同样 它也是在英国受到监管的券商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进行Robinhood的开户 首先大家使用我的邀请链接 输入邮箱 点击Continue 打开Robinhood 选择英国 然后再次输入你的email 点击Continue 然后呢 这边是 输入一个密码 点Continue 然后呢 把自己的姓名给输进去 接下来呢 就要输入我们的税务信息 先把这个电话号码给输进去 点击Continue 然后呢 我们需要接收一个验证码 把验证码给输进去 接下来呢 我们输入自己的生日 输入自己的地址 然后 点击Continue 然后 把自己的 Citizen 是在哪里的 输入 是否是英国的 税务居民 是否是一个美国的税务居民 英国 我们选yes 美国的话 看自己的情况 我选了no 然后把你的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给输进去 点击Continue 我们这边有税务优惠啊 英国跟美国之间有税务优惠的政策 我们选择yes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 炒股的 哪个资本利得税啊 各种股息税 都能够得到优惠 我们点击yes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answer fewquestions 这些是自己的 这个基本信息 然后职业 把自己的职业信息 给输进去 这边呢 就是要看 就是根据你 家庭成员的 工作 来进行选择 最好是选no 这边也是 根据你自己家庭成员的情况 好 接下来是 签署下agrements 你自己看一下之后 选agree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 是另外一份 也是要agree一下 接下来就是进行入金了 入金的话 你可以一块钱 就可以开始入金 这边我们就先选一块钱试试看 然后呢 我们点击 found your account 我们就选一块钱 点击 下面这个continue 然后呢 它会让你选择 自己的银行 我想试试看chase 但是它 并没有chase 所以说呢 我们 只能从它 显示的这些银行里面 选择 大家看看 有没有 自己的银行 我选择barkless 然后需要从barkless 进行转账 所以我们点击 下面这个按钮 go to your bank 切换到barkless 点击 continue 点击 continue 好 我们转跳到这个 Robinhood 它是显示这个 deposit pending 接下来就是进行kyc 我们选拨verify 我们的ID 我们选择select 这三个 这个 证件都可以选择 我选择driver license 接下来是 要拍一张 这个 driver's license的 正面照片 我把 这个自己的 驾照给 找一下 好 我们点击allow 把正面 拍一张照片 选择use this photo 然后是backoff driver's license 同样 我们把这个 driver's license 翻过来 拍一张照片 点击use this photo 好 它现在显示是 接下来呢 我们要 给自己拍张照片 把你的脸 这边好像 出了点bug 好 我的脸显示出来了 把脸放在 屏幕正中间 然后扭头 另外一个方向 也要 也要转一下 好 显示是在verifying 我们只要耐心 等待就行 然后呢 它显示 Thank you Done 接下来就是 就是已经认证成功了 我们选择用face ID 来sign in 这样以后 更方便一点 好 显示success 接下来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资金 还正在 正在进入当中 我们可以先浏览一下 里面的支持的股票 这边呢 我选择一个apple 接下来呢 我们就已经开户成功了 只要你用我的链接开户 就可以领到一只免费的股票 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一只 自己觉得有价值 比较有潜力的股票 从apple 到microsoft 然后是 Alphabet Amazon NVIDIA Tesla Berkshire Hathaway 等等这一些 大公司的股票 我这边选择Tesla 因为它现在 我觉得是被低估了 然后 好 我们现在领取好之后呢 就有了7.2美元的Tesla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呢 希望能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这期视频的点赞数 如果超过100 那么我就 就会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 对所有的美股券商 进行一个对比 希望大家呢 也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以后的精彩内容 除此之外 我把我的个人主页 放在了视频下方 gg.gg slashbitlines 里面全都是财富密码 干货满满 最后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 follow一下我的Twitter 这期视频里面全都是财富密码